你还不认罪 诸位大人明鉴 我和仙灵阁 从未参与过走私 证据确凿 岂能容你狡辩 我再问你 你如何与海盗取得联系 是谁在你背后受益 你不说 自然有人来说 来人 待人账 方向何人 美女是仙灵阁的绣娘 张氏 绣娘张氏 且把你的左剑所闻 如实召来 美女在仙灵阁的时候 见到永平侯 时常出入仙灵阁 仙灵阁的诸多声音 她也有参与 这次的绣瓶走私一时 也是永平侯主使的 张姐姐 你怎么能撒谎呢 他们是不是逼你 是若是 你若再不知收敛 修怪本官又行 格拉好 两位大人也听 我有此案重要证务 大人 我有此案重要证务 堂下何人 给我护出去 慢着 不如我们就看看究竟是何证务 承上 大人 这是我和永平侯的和离书 谁娘 公堂之上 休得胡言 你何时与永平侯和离 不过是想 趁机将永平侯撇清干系 徐罗氏 你此言 是何意 这位大人 和离书当然就是和离了 也就是说 我罗十一娘 如今已不再是徐罗氏 上面有永平侯的牵牙和手印 大人若是不信 仔细看便是 另外几本 是仙灵阁的账本 每笔银钱来源 每笔交易 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仙灵阁 是我个人私产 我和他和离以后 那仙灵阁 跟他就更无关系了 各位大人 这和离书是个误会 不得算数 如何算不得数 千鸦首印皆在 岂视而信 谁娘 徐大人的千鸦我识得 此和离书的千鸦 确实为徐大人所有 而另一个千鸦和账簿 徐罗氏的千鸦一致 这个和离书 当属有效 十一娘 我们是夫妻 我可以和你一起承担 你为什么不行 我们不再是夫妻 请你以后不要说这样的话 我可以和你一起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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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和你承担